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大家好 现在又看到了一棵柳树吧 大家说是无心插柳 其实对我来讲是有心插柳 本来柳树不是在这里 是我一个朋友给的 而且我这个朋友是杭州的朋友 而且他是从杭州运过来的杭州的柳树 我不知道杭州的柳树和其他地方的柳树有什么不同 但是这个柳树我还经过了好几次的移植 所以说是有心插柳 本来是在后院 但是我的一个树木方面的专家 花木方面的专家 周先生就跟我说 你必须放在前院里面 后院是不合适的 在柳树的 所以是有心插柳 人生的很多事情也是这样的 别人说你是无心的 也许你是有心的 别人说你是有心的 也许你是无心的 有时候是很难去完全的定论 有时候你会有一些意外的惊喜 有时候有一些意外的失望 那么早几个月时间我去丢给大学 在经过丢给大学一栋楼的时候 然后我的朋友就告诉我 他说你说 那个邓小平的孙子就在这个学校读书啊 就在这里毕业出去的 他是第二个大学法学院啊 第二个大学法学院是美国非常好的一个法学院 我这个朋友他基本上是不太生活在中国人的圈子里面 虽然他也是一个中国人 而且是一个军人的后代 从小生活在军营里面 但是他出了留学以后 读书识 读博士 然后是我几十年的朋友 曾经他在学校里的时候 他曾经邀请我到他们学校做了一个演讲 还赠了1800块钱 演讲会 那个时候是九十年代初期 很多钱了 1800块钱 而且是莫名其妙讲一下 到现在为止我讲话也不值那么多钱了 但是这个朋友在讲这个事情的时候 跟我聊天的时候 他就聊到 诶 听说薄熙来的孩子 这个伯格瓜也拿到了 美国纽约的历史执照 这个孩子不错啊 我一听就是一个意味的惊喜 因为薄熙国约能够拉到纽约的历史执照 恰恰是我和小平 陈小平 不是还是我们报道的 我们在节目里面也谈到这一点 但是消息传来传出去 没人知道是我们报道的 这个当然不重要 但是在这个时候有一个朋友 无意中间跟你聊到这个事情的时候 你还是很高兴的 这是意外的惊喜 那我为什么今天要谈到这个薄熙瓜呢 主要的原因是 大概在上个星期的时候 我一个很尊敬的朋友 实际上我应该更尊敬地重复他 但是不要重复出来 是个老领导 大家又是产生意味啊 当然确实是个老领导 确实是在80年代的时候 他就在中国就是一个非常鼎鼎有名的 也可以说是一个领导者 也是一个学者 是一个智库的领导人 就是中国的一个研究系统的领导人 他就给我给了我一些教育 给了我一些指点 虽然他是站在朋友的立场上讲 但是对我来讲就是一个老大哥也好 一个老朋友也好 一个老领导也好 那么给我了这些指点和帮助 我是非常认真的听的 不过他讲到的一点就是说 其中讲到一点了 他就说最近这个 郭永贵出卖了这个 伯格瓜 你要小心一点 报道这个新闻的时候还特别小心 我说是吗 我说他怎么会出卖了这个 伯格瓜瓜呢 他就说 网上说有人告诉他呀 这个 这个 郭永贵先生在一个节目中间讲到了 有一个 被抓起来的干部子弟 高干子弟 就是要把自己掌握的材料交给 郭永贵先生 把他报出来 郭永贵先生很生气 说你应该自己报啊 你为什么什么时候都要我呢 一个人来承担这个责任呢 所以呢 这个人就被认为了 就是 不过瓜 我就说不太可能嘛 我说不太可能嘛 他说你去听一听了解一下 他说不知怎么样 后来我就大概听了一下 虽然我 这个 我没有去更仔细地去求证了 大概我大概听了 那个话的意思是 这个领导人 所讲的领导人的孩子的 他的父亲应该是个部级干部 如果是不过瓜的话呢 很幸运他的父亲就不是那么低了 更重要的原因还不在这个地方 更重要的原因是 我们确确实实实是 比较长时间的 追踪这个不过瓜的行为 虽然不是说 就是那么仔细和认真 但是我们毕竟还是有所了解的 当然我们最开始没有怎么注意 当他的父亲春风得意的时候 那么不过瓜的一些形象 出现在英国的一个华人社区 被评为窃取的青年呢 或者是他在中国参加某一些活动呢 我们这个时候都没有特别特别的在意 就是有所流行而言 因为那个时候他年纪小嘛 就是一个 拿了他来作为培养 或者是培充的一个对象嘛 那么我们比较关心的是 他的父亲出事情以后 他的妈妈出事以后 到了监狱以后 他是怎么一个成长的过程 那么我们再开始知道他是在波士顿读书 哈佛大学读书 我们当然是有条件 也有关系可以在哈佛大学追踪他的行为 但是我觉得 那个时候作为一个 一个 刚刚成年的人来讲 他心里所承受的压力非常大 作为一个媒体来讲 虽然我们希望通过他来了解一些情况 看看他的这个情况 非常先进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希望给他一个比较安静的读书的空间 所以我们并没有去找他 甚至我们也知道他的亲人 他家里的一个亲人 也是住在波士顿 其实我们也知道 他很早就知道 他的妈妈和爸爸 要出事的时候 出事的一个阶段 他实际上是急从中赶回到了中国 最开始有一个 这个中共高层的消息来源 告诉我们说 是在机场的时候 他的遗憶 就是让他马上就出关 还是不让他入关 直到这个消息以后 让他立即离开了中国 但是几年以后 我们又得到另外一个消息说 他实际上回到了家 只是得了很短的时间 也许是不到24小时 也许是一天时间 然后就离开了中国 因为担心了 他受这个牵连 所以要他赶紧走 我们知道有一些 中共官员在审判案件的时候 在审判中共官员和调查官员的时候 另一家人 作为进行协配 当事人认罪 或者是认错 是他们强硬的手法 比如说陈亮宇也是个政治局委员 上海市委书记 他被抓了以后 他开始是很强硬的对抗 但是到了后来呢 说把他的儿子在马来西亚 还是什么地方把他抓回去了 因为他本来好像是在美国 然后跟他的女朋友通电话 然后被中共有关部门 把他窃听了 窃听完了以后 直到他要到马来西亚 或者是东南亚某个国家去见他的女朋友 然后在那个国家就把他抓回去了 抓回去了以后陈亮宇立即就认了 所以中国的 虽然不是说居林九州 实际上跟居林九州 也没有本质上的差别 利用家人去协配当事人 是最不人道的 最可耻的一种方式 但是在中共的审刑里面 除了这是行刑逼宫 很重要的一个环境 只要他们达到他们的目的 在他们眼里 哪里有什么人道和行刑逼宫 证明说法呢 那么后来 我们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法学院 了解到 波高高 是跑到哥大来读 法学博士 我们当时还想了解一下 是不是有一个有钱的人给他钱 原来说 让优先录取波高高 在美国的大学里面 实际上美国的大学是个私立大学 比较多 尤其私立大学里面 其实公立大学可能也有这样的现象 就是捐款确实在一定程度上 会影响录取的情况 当然 你毕业和读书还是一样的 要经受同样的考虑 不会因为你给了钱 就会特别的特别的照顾 但是基本上 如果你给了钱 是有可能被优先录取的 那么我们去法学院去了解情况 正好有朋友是 对哥伦比亚大学的 招生情况比较了解 结果从他的细菌 到他的几个教授 都不知道有波高高这个人被录取了 后来是有媒体报道了以后 才知道了 不过是被法学院录取了 这是一个独立的 独立的 逾学 独立的招生的过程 那么到了哥伦比亚大学以后 我们要采访他和追踪他 当然是比较容易 但是我们始终没有去做 但是我有一位朋友 是美国之音的记者方斌 他很认真 他至少有两个场合采访到了 他没有采访到 他就看到了伯格瓜 意思是在一个新书的发表会上 一个老外写的一本英文的书 在发布会上 他看到伯格瓜也在那个地方听 还一次就是伯格瓜拿到了 博士学位 在比较典礼上面 他录制了伯格瓜的画面 这些画面都很珍贵 还有一次是 世界日报登了一团照片 就是伯格瓜在一个商场里面 一个名牌的商场里面 就是 买东西 那当时有媒体采访我的时候 我就讲到了一个很简单的东西 我说现在年轻人嘛 到一个名牌店里面 逛一逛买一买东西 不要那么奇怪 没有几个中国人的小孩 出不了名牌店 问题是你是不是天天去 是不是你真的是那么去灰火 但是以前给大家一种感觉 似乎是一个灰火的人 但是呢 我有一次去 参观吃饭 跟一些朋友聊天 结果有一个朋友呢 他居然是北京大学历史系的 也就是 薄熙来的同学 北大同学 我倒是他们历史系 我认识他们好几位同学 也认识跟薄熙来 一起同一个班的同学 其中有一位 还曾经是 我的公司里面的一个同事 那么 他当然告诉我一些 薄熙来的基本上情况 薄熙来后来到了 去读社会院新闻所研究生 但是在北大的历史系 很多同学还是感觉到 有这位同学出现了 有一种特别的滋味 薄熙来的同学就告诉我 他就住在各大附近 所以有好几次 在萨布韦地铁口 就看到了一个英俊的小伙子 个子挺高的 长得很帅气 很阳光 当然也是一个正常的纽约人 坐地铁这样出现 他也 不好意思去打扰他 他就是心里面感觉到 有一份安慰 为他们曾经同学的孩子 所以同学遇到了这么大的灾难 不管他曾经是 权力多么辉煌 或者是曾经是那么的嚣张 那么的 霸道 但是他现在毕竟是接下求啊 所以 有这么一个优秀的孩子 在美国生活在自由的地方 所以他还是感觉到很欣慰和高兴 那么他在读各大的期间 曾经就有一个消息说 伯格瓜是 上了中国的 红色通缉令 我们现在知道不应该叫红色通缉令 叫红色通告令 红色通告令 甚至可以说是红色广告 因为你付一点钱 只要是付一个国 付一点钱 就是人家往上登一下 就让各个国家的警察系统知道 当然红色通告也好 红色通缉令也好 或者是红色广告也好 也不是说完全没有作用的 只是说不像中国人讲的那么紧张 那么夸张 好像你被上了红筒令以后 马上就被抓起来 或者是怎么样 不是那么回事 通过我们的节目 大家已经了解到了 红色通缉令 红色通缉 它的作用是有限的 但是也不是说完全没有作用 它还是有时候给当事人旅行 或者是其他的商务行为 或者是其他的移民行为 造成会有某一种困惑 但是如果你早就是别的国家的公民 或者是居民 或者是你又不是急于马上去旅行 红色通缉令的效应 还是相对来讲比较有限的 欧洲和美国国家 欧洲和美国这样的民主和法治国家 比较完善的地方 往往没有把红色通缉 当作回事 何况是中国这样一个 基本上没有法治的国家 严格意义上它的法治还是负面法治的国家 它的红色通缉令 没有几个国家 法治成熟的国家 把它看得那么恐惧和可怕 但是当时这个消息出来以后 也就是方便嘛 好像这是美国之音的记者采访我了 我说这种可能性应该是非常之低的 因为 包括一个是 它的年龄比较小 它能够介入案件的成分 应该来讲比较低 而且它长期又是在 英国和美国生活 应该是 应该是 它这都是一个 可能跟案件有相关联的 一个正常性的角色 几乎不太可能把它这么一个 小伙子 列上红色通知令 我说我不太相信 不太相信 当然这是我的主观上的一种推理 并没有很坚实的材料 去支撑它 只是我有一种经验 一种感觉 不过呢 有一天我终于得到一个消息 来证实了 我的当时的推理 为什么证实了 那就是我从中国的外交系统 就是得到一个消息 就是说呢 博国瓜来申请这个证件的延期了 延期了 那么申请证件的延期 就意味着博国瓜 仍然是持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护照 所以这个延期后来有没有批准呢 我们的消息来源说 还要研究研究吧 那我就知道 这个证件的延期 不是外交部能够单方面决定的 肯定是需要更高的阶层 或者说呢 要通过一个联系的作业 联系的作业就可能涉及到国家安全 可能涉及到公安系统 甚至可能要到某一种 跟博喜来有关的专案组 或者是更高层次的领导人 或者政治局 或者是政华委 或者是政治局常委 我不知道 但是对于博国瓜来讲 好消息是什么呢 他拉到了 给他的政策的更新 政策的更新拉到了以后 这就意味着 我们在外交系统得到这个消息以后 就意味着 我前面的特例是有道理的 就是说他并没有上 红色通知令 那么在这个时候 BBC的记者 就一直想 英文的BBC不是中文的 英文的BBC一直想做一个 非常长的 很详细的 关于博写的事情的报道 那么他们就来找我来聊天 聊天的时候 就聊到了 我们讲的明镜报道 他得到了美国的 纽约的历史的资格和身份 其实很容易找到 在纽约的 网站上面其实查到 就是我们正巧 查到了资讯而已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 他将会去干什么呢 他回到哪里去呢 他是回到中国去 还是留在美国 还是去其他的地方呢 当时候的BBC的记者 他就告诉我 他说你应该知道吧 不过过去哪个地方 我说我们了解情况 然后我说你知道去哪里吗 有时候媒体与媒体之间 竟有互相通这个消息 同时又有时候 看你到底知不知道 这个BBC的记者 他就说去加拿大 我说你的消息是非常准确的 非常准确的 虽然我没有更多 详细的资料 也就是说不过去加拿大 这个消息是通过了几个管道 得到了印证 那么他去加拿大 哪一个公司 是美国的一个公司 还是一个历史事务所 在加拿大的分支机构 还是什么东西 我们并不知道 但是我们知道的是 通过BBC的同学 了解的就是 我毕业以后 第一个事情就是 赶紧挣钱养活自己 那就是 我相信这是真实的 而且我不太相信 这个BBC真的是 有很多钱 你去想一想 针对薄熙来的案件 查到了这么一个底头天 后来拉出了一个严私的证据 就是在法国的南部一个城市 叫严私 非常漂亮 非常阳光 他就在那个 嘎拉电影节 就是嘎拉那个市的旁边 如果大家去法国的时候 不仅去巴黎 而且应该去它的南部 而且那几个城市 连在一起 尼私 嘎拉 然后是马萨 马萨我们也是很熟 马萨区 而且在基督三百区 那个监狱 就在马萨那个城市旁边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但是严私这个地方 是法国人的一个比较高尚的 度假的城市 在这里有一个别墅 那么这个别墅就成为了 定在薄熙来的一个很重要的 其中一个犯罪的政治 但是后来 大家看到了消息了 这个证据 虽然定了薄熙来的罪 但是实际上这个房子 根本就不是它的 而是一位叫江峰的 这个女士的 江峰这个女士我并不认识 但是我的朋友跟她很熟 她生活在英国 生活得很优雅 她也是中央电视台 一个很特殊的人员 有人说是王沪宁打了一个电话 给中央电视台 要给江峰小姐 江峰女士特别安排这么一个工作 但是呢 而且美国也是三千块钱美金 这个好像王沪宁打了这个电话 为什么王沪宁打这个电话呢 我并不知道是真假 这是中央电视台 这么一个八卦的一个消息 但是这个消息 确实是有它的支撑力 它的支撑力就在于 我觉得当时候 王沪宁在复旦大学的时候 曾经做过一个事情 这个事情就是大队 复旦大学去新加坡 去参加一个辩论 就是亚洲大学生的辩论会 那么当时候王沪宁先生呢 是复旦大学的领队 而江峰女士正好是其中 里面的一个成员 可见他们有比较 比较好的 往来的机会 当时很巧合的时候 我正好在台湾 台湾也有一支队伍 正好是复旦大学进行对抗辩论 不过那个时候 我是比较好玩 台大和正大的学生 好像是台大了吧 还是正大的女孩子 找我说 这个何大哥啊 你能不能帮我出主意啊 你很了解他们呢 我们跟他们怎么去辩论呢 这种东西还需要我去动脑子吗 我当时是很 就是很推脱 其实是很狂妄 你说我的小兄弟 就帮助你们就可以了 我这个小兄弟姓哥 就是最近 几个月以前 习近平去访问英国的时候 去接待他的 大学研究所的所长 就是我那个小兄弟 英国的大学研究所的所长 我们不能高攀他了 那是很早的时候 所以这就是 就是证明了江峰和王沪宁呢 是有这么一种关系 这个是另外一个直接的话题 但是呢江峰和徐明的关系 是通过我们很多管道 确实是确认了 他们确实是情人的关系 也可以说是 也许有一天他们要终身在一起 这么一种关系 那么这个房子确实跟薄熙来 看不出来有任何的 直接的证据 那么后来这个房子也卖掉了 卖掉了以后江峰把钱拿走了 应该是从法律来讲 和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文件 公布的情况也是这样的 不过他在美国 是有一些亲戚的 这些亲戚是帮助他读了这个书 还是他优秀的成绩得到了一些奖学金 那么我们都知道 如果你在美国成绩达到一定程度 你的家庭收入有一些问题的时候 学校给你的奖学金 做学金 你可以说做学金也可以说是奖学金 做学金有时候奖学金是比较少的 大部分其实是做学金 但是中国人把做学金和奖学金混在一起 也可以这么说 那么他也是可以完成这个学业的 不过后来急急忙忙去找工作 也显示出来 他的经济并不是那么宽裕 并不像外交所传说的那样 他有六百个亿啊多少个亿啊 可以提供给他挥霍 如果又挣了这么多钱的话 我觉得大家可以去举报他 大家可以去控告他 而且你可能还分到钱 而且呢 中国政府也未必要这个钱 中国政府也可以愿意跟美国政府 分这个钱 在我看起来几乎是不太可能的 当然 这些事情还需要更多的正确显示出来 但是回过头来讲 就是说 我为什么不太相信这个人是郭文贵先生 考虑里面讲的那个高干体 就是根据我的 尝试的态理 国家在国家来出事情以后那么低调 国家在国家来出事情以后那么低调 就反映了他们在体制内的一个 长期的生成的一个特征 这种特征就是他们总是相信 要靠组织上去解决这个问题 即使组织上就是关系嘛 对吧 那么要靠组织上解决问题 组织上会经常警告你 警告你什么呢 就是说你不要乱讲话 不要自己出来做什么特征的动作 那么我觉得这一种东西 也影响到了伯格瓜 伯格瓜既然到 中国的领馆去申请 证件的延期 或者是更新 也就是说他对体制内的解决他们家里的某一种问题 并没有完全的绝望 如果绝望的话 他可能就根本就不去办这个 这个 中国的护照 他有足够的理由去申请政治庇护 有足够的理由 即算是不申请政治庇护 以他的学历来讲呢 也是可以在美国拿到移民的身份 甚至是美国公民的身份 所以我觉得他拿中国护照的这么一种动作 显示出来了 他并没有跟这个体制决裂 还是希望跟这个体制进行合作 基于此呢 我认为 格文贵宣承考证所讲的那个 官员的孩子 应该就不是不够挂 但是消息好像网上传的很多 就是 因为网上大家现在社交媒体很容易嘛 即算是发消息很容易 即算不是社交媒体 其他的媒体有时候也传递了一些 不正确的一些消息 也未必有能力 纠正很多的错误的消息 我们本身有时候也很 有一些消息也是错误的 但是只是说呢 我趁这个机会 趁这个话题 把这个事情简单梳理一下 但是不管怎么样 我跟这个 薄熙来的 这个 并不认识 虽然我的一些朋友 是他的朋友 甚至是他的亲人 但是我一些朋友 也非常的反感 薄熙来在澄清的所作所为 但是不管怎么样 但是在人性的角度来讲 我觉得如果是 就是谷开来 和薄熙来 在监狱里面知道他们的孩子 是这么优秀 在哥伦比亚大学辅导了法学博士 学位 而且考取了非常难 不仅仅考取了纽约州的历史执照 而且现在找到了一份工作 而且可以养活自己 而且知道了 比较谨慎的讲话 比较谨慎的行为 因为有时候人的伟大的理想 或者他内心的价值 不是说他马上要表达出来的 也许需要时间 就像柴柳一样的 有时候 你是需要一个心 毕竟无形材料 那是一种 原始 农业文明的行为 好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电视频 福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